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连着搞了多日戒了 对 今年也是第九戒 一直是在咱们江苏的淮安 淮因 淮因和淮安并在这一起了 现在都叫淮安 是 成名作为东道主的特邀棋手 参加了本次比赛的角逐 最终他是创造了一个十一连胜 对 这次他发挥很出色 应该说这个战绩也确实非常 能出众吧 对 在国际大赛当中能够取得十一连胜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贯亚军两个人的直接的交锋 对 红方是来自江苏的成名 黑方是来自浙江的 也是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赵欣欣 双方以中炮 对 平鸿马 平鸿马 黑方是选择了一个去头平鸿马开局 五方兵三级 三兵 这个进三兵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变化 其中就是双方对局当中的比较讲究 比较细腻 这个先走八二平七呢 应该说也是最近一二十年呢 走的也不少 对 黑方走到这呢 一般来讲呢 就是走十四进五和足以进一比较多 按您说先不适 对 捕适呢是比较稳定 就是保证让中路呢 也是得到了一个强化 对 我们在那个布局片招与对策的奇书里边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 还是走十四进五比较稳定 对 并且捕适呢 也是得到了这个比赛的这个验证 但是实战当中呢 当时这个赵欣欣呢 可能是想追求一些变化 对 他选择了足以进一 这个足以进一呢 为什么说他是选择了一些变化呢 就是说他保留了一个对攻的机会 是 因为如果十四进五的话 红方马八进九 就这时候不是 马八进九 黑方 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峰局 对 红方呢这个骑呢 就是容易呢 把它走稳 对 G9进一 G9平六 这个骑就非常的稳 对 但黑方先走 足以进一呢 他呢也是 就是如果你走马八进九 他再马三进二 还原成这个三兵五七炮的一个正常的变化 那那个这个布局的话就是比较 变化比较多 就比较重要 黑方可选择性的很多 对 那么红方呢 成名呢 在这点呢 他就变招了 对 他选择了一个先走马三进四 是 然后对黑方的这个中路呢 有一些压力 对 张老师这期我看以往期朴 除了红方这时候走马八进九以外 也又可以走G9进一的 对 但是这种先马三进四 好像是比较少见的一走法 对 成名呢 这一次呢 代表这个东道主出战的 对 应该说这个 还是想这个好好的表现一下吧 是 因为这次参加比赛的这个结构呢 人员呢 应该是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 12名顶尖骑手参赛 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11轮的大循环 还有这个亚洲锦苗赛的这个前两名 对 还有这个欧洲锦苗赛的前两名 对 有这个 还有这个澳洲的特邀的棋手 还有一个美洲的 就是这个美东比赛的前两名 是 所以说它这个结构呢 是比较复杂 一共有汇集了这个海内外的高手 一共有12个人 对 那成名呢 应该说跟赵欣欣 还有代表澳门参赛的曹云磊呢 他们三个综合来看呢 实力突出一些 当然还有越南的一些选手 对 本次比赛呢 他们三个也是获得了前三名 嗯 但所以说呢 这个赵欣欣这盘棋呢 从这个态度上来看呢 还是想 决一死战 因为前面的成名呢 都取得了胜利 对 也是把自己的竞争对手 这个曹云磊大师这个战胜 对 所以说这个赵欣欣可能从前一世里边呢 就是说 怕这个棋呢 如果走太平稳了 对 如果合了的话呢 怕后边呢 不好追 所以为了这个争贯 这盘棋呢 赵欣欣还是主动去求变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显得有一点急躁 对 这个地方呢 黑方正招呢 我觉得应该走居于进三 就是先长 对 再继续长起来 红方 如果你马八进九 我们又马三进二吗 对 哦 对 这个就还原成这个三兵 这个先锋满这个棋 因为黑方这个棋呢 提前出来 就是为了掩护这个中路 红方这个棋就不能去登东兵了 这是一个甲州 对 这是一个表面上 很厉害 实际上是一个甲州 就打死棋的时候 但是黑方这个时候 有一个棋有推二 黑方这个棋啊 藏身了 你打掉 对方有一个抛八旋火反将 把这个棋抽掉 这个棋红方就丢死了 所以说红方这个棋呢 登中兵是不成立的 对 居于进三是提前 对中路的一个防范 对 居于进三肯定是正招 对 这个棋红方呢 也应该说呢 难以讨到什么便宜 因为这个棋 你这马早也要跳 对 你不看我将来 我也可以马三进二 你也挡不住我 是 所以赵金星这招棋呢 他没有走居于进三呢 应该说呢 这个可能这部棋走得 有点随意了 他走了十四进五 就等于呢 这个棋 红方抛八平七 十四进五是正高的 但是他再走马三进四了 那么黑方这个足以进一 就走得没有用了 是 对吧 但是他想着 可能红方早晚会 马八进走跳 这个走马八进 黑方肯定考虑要 抛八进三啊 有这些 袭击的这些手段 对 提前 这个棋马三进四 就是变成坏气了 这个浸泡打 你知道这个棋吧 这个棋把他马打进来一步 然后准备打这个兵 那他就兵七进一 黑方在马三进四嘛 这个最经典的对局 就是由胡荣华老师 执黑棋 对阵柳子滑下的 是吗 黑方很快就取得了反线 这个棋 你就只能拱啊 然后人家马四进五 黑方这个子力 异常地活跃 红方吧 这个变成遗形了 那个二路居总是有隐患 对啊 这个到处闪 将来有反中江 黑方还可以补向铁类居 这个棋黑方就 非常的主动 对 黑方的执子速度很快 所以说当我们把这个 布局的次序呢 调过来一看 那么我们看到 黑方这个足以进一 跟十四进五啊 就走得很矛盾 对 所以这开局这个布局次序 真的很关键 对 这时候再 这时候就等于 再十四进五就不太合适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红方呢 他就走得比较清零了 对 他再来跳边马 他主要下部 其实这个局有凭八很大 是 这个出局 所以黑方这个不是呢 我们刚才说了 应该走局一三 最为稳妥 对 那红方再跳边马 黑方为什么就不能再走 马三进二了呢 三马三进二 红方可以马四进五 登中兵 这个局如果 如果你登掉 我炮五进四 来三三进五飞下 红方接下来 这个招其实厉害 鞠二进五 这个局呢 保证拉住你的这个局炮 同时又威胁着你这个 三路线 将来还有炮七平二 一掉 把这个局炮就拉死 黑方的子力都比较分散 这个棋黑方就很难下 这个棋已经下了定论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黑方绝不能走成这 但是他登中兵的时候呢 黑方还有一路变化 黑方就是走炮八瓶九 就是直接对局 那红方就接受 接受对了 然后这个时候 红方如果要是登这个组的话呀 倒不怕 三进五可以补一手 这儿就是红方呢 略好一点点 好都不多 红方这里边有一个更厉害的招 当我看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我看红方还有这么一个凶手 这个棋确实是比较厉害的 马五进六 对 因为你这个二路炮啊 有风拘的任务 你炮二丁四 我这G908出来了 将来我就炮进三 打出去 那他会炮退一步 然后红方G9进一 来攻他这边 那黑方只能G12了 赶快协调 红方走G9平2 捉马 那还得跳嘛 对 你只能跳 因为你不跳的话 你来捉我马 我一吃把相就看 丢相这个开局不行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先点这个 G2进四 等于红方这个G啊 看着是长途跋涉 但是呢 通过快速的出击啊 黑方这个棋还是难下 等于他马五进六 把黑方的这个两个相 给相也别住了 你要象七进五的话 我就G2进二了 对 你要G1平三 那好 我就最简单的 G2平七把你吃掉 这红方残局多兵 多兵位置好 红方先多这两个兵 当然将来这个九路兵 会丢掉 但是红方明显优势 子弟都靠前 中兵还是更大一致 对 所以说这个棋啊 红方有马五进六 这个手段 所以黑方来不及走 跑八平九 所以这个地方啊 黑方这个 时的囊中 等于这样子的时候 黑方反而马三进二 也不太合适了 对 他这个G呢 你怎么阻止他呢 这个棋就比较痛苦 我看来这个布局 这个细微之处 等于黑方这个足以进一啊 和十字进五呢 他无法不连贯 对 他是有矛盾 对 这个不连贯 肯定是连不上的 这两招没有必然的联系 是 最主要是两个人 这两招棋呢 他是想两个目的 他不觉得思路是 不觉得 就是说的 在协调上呢 不够好 是 等于不是是想 巩固中路 但是呢 被红方马八进九 一跳呢 这个右翼阵形呢 有点发飘了 这个气 对 因为你GP2 他也GP2 这个拉住了 左右都拉着你 黑方很动 对 都拉住这个 所以说这个赵鲜心呢 大陆炮现在也动不了 应该说他水平也是很高的 但是在这一点上 可能走得 没有 多做私讨 他可能就是想后手 想求胜的时候 走一些这个冷门的走法 对 然后黑方呢 走炮二进四 他也想借此机会 考验红方 对 炮二进四 这个气息想打中兵 红方肯定不能 屁股进一 屁股进一是炮二进三 炮二进三又一打 红方这个时候走得好 强行送兵 这个呢 就是说 是一个疑性与攻击的 典型的脚案 就是黑方 狮子进和足以进一 就是疑型 就是由于 注重局部这个利益 而导致这个整体啊 这阵型出了故障 出了毛病 被红方这种 准确有力的攻击下呢 黑方这个阵型呢 就是显得有一些 被动 对 那黑方只有拱了 这个地方只有拱了 我这个炮 现在还看着这个三路马 然后红方这个时候 走一个G二进五 这招起走得也很漂亮 G二进五点进来 他准备将来随时 有G二平七的这个手段 那么走到这 黑方这个旗呢 就是明显的吃亏了 是 黑方呢 有两种走法 比他的实战招法呢 都要好 那么黑方看 走到这呢 就亏了 主要黑方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漆路 这个布置线 有一点问题啊 对 黑方呢 走到这里呢 就是说的 他感觉到这个旗啊 很危险了 所以他就采取了一个 孤注一掷的走法 对 就是来弃双马 与对方呢 直接去搏杀 这一体演出这个赵欣欣特大呢 就是敢于去拼刺的 啊 这种性格 对 但是这个骑 确实呢 骑是不成熟的 是 这个骑黑方呢 另外有两种走法 我们也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 就是 看看 红方的优势 到底有多大 对 黑方第一个是足三级 足三级 冲上 就是说 我冲你嘛 我为了打中央嘛 对 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爱好者 就容易想到的 红方 这个马登出来 是很愉快的啊 对 因为这个编马呢 登到这个好位置了 那黑方也有一个获得 红方这个骑呢 它比较凶的呢 它可以走炮五平三 对 而不是知识 因为下部骑 它可以走G2推2桌 把你这个中炮呢 赶离 对 你退 它正常马四进三 所以这个骑 中炮就是不后 因为这个三轮马被吊住 对 黑方这个骑呢 还是有点难下 它只能G1平二 然后你退去捉 它G2进五 红方吃掉 吃掉 我说红方在博士 在博士 黑方还是吃亏的 对 这是第一个变化 就是足三级 红方这个子雷都非常活 对 那不充足这个三路线怎么 黑方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走抛退 没有办法呀 就是我们给它找一些招吧 就是推炮打马 把这马赶走 对 这也是一步 比较顽强的走法 因为红方现在以后 也有走冰三进一的气 红方只能马四进三 对 它马四进三登进来 黑方再走抛退 再打 再打 对 因为这个马不是跟G互相呢 羁绊吗 那么红方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走炮我平三 对 炮我平三 如果冰三进一这个G呢 有些这不通常 红方可以走 它实在不幸 还是马三进四跳 对 红方可以走炮我平三 这儿还是红方占用 就是黑方暂时呢 还是不好动 对 黑方不容易走得很协调 等于这个黑方 这个布置线这一块 还是受牵制 因为你打掉 它打掉你 那还得飞边向 它还有砍炮的旗 所以这个旗啊 黑方呢 还是有一点痛苦 是 所以说我们再把这个旗呢 拿回到这个地方来 就是说走到这个 中局很较量的地方呢 黑方就是选择了 足夕一 强行 来这个弃子 抢弓 那么到底这个妻子 抢弓成不成立呢 是 那好 稍后呢 我们继续给大家呢 进行分析 好 各位朋友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来欣赏 成名对赵欣欣的 这个激烈的中局对攻 黑方足夕一 那么红方当然不让了 对 这些方不能再退让了 吃掉 赵欣欣走的是很有魄力的 对 他直接就是下了一个底炮 他先泡二瓶酒 对 他其实先泡二瓶酒 因为先走这个 那个 那个马没跟 对 这个马还没跟 他先泡二瓶酒 红方 就是逼红方表态 拒三价 对 拒三价吃掉 然后他 对 这时候就走了一个 泡八进气 泡八进气 对 下底炮 也就是连气两个马 那么红方呢 这个成名呢 应该说 判断还是非常清晰的 他就很大胆地 把黑方三瓦的吃掉 对 他也 这个下的也是 对 很有信心 这个棋确实 这个下底炮啊 看着这个 也是危机很大 对 第一感就是 肯定是炮九进三 对啊 炮九进三又是个杀棋 打相还打势 对 那黑方为什么没有走呢 这个棋呢 当时我也挺奇怪 他为什么没有走 是 就是张老师 今天给我们讲过这个棋 后来 这个棋 这个下底炮啊 实际上就说 也是很凶的 红方必须要 应对的恰当 不然的话 这个棋还 很不一定 是 红方走什么呢 先打一枪 对 先打一枪 那三三进五 只能补像是吧 嗯 这个时候如果红方 随手走补像 这个补像很看着 很合理 对 那黑方呢 就有这个 这个狙八进八都没有用 狙八进八都不怕 对方何以回马 对方有个打势 这个棋啊 红方还真不一定 好控制 就是红方的右翼 对 没有此地去 很好的防守 这个还有 抛了退二 抛了退一什么的 这个看不清楚了 对 马四对三也不能回去 还抽着狙呢 对 这个棋 红方走到这儿 有一个好棋 对 就是说你现在 不是狙装炮很厉害吗 是 我越补啊 也补不干净 我首先就不补了 我就老将上一步 就主动上 对 欲甲心争 红方的这个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你狙装炮 阻杀 对 你那个狙呢 肯定是用不上 因为我随时可以 把你逼对了 黑方狙 把你妈一僵 一僵我就再上来 你就没有僵了 你这个诗像 你随便打 对 你怎么打 反正你别把我这个狙打死就行了 因为这个连打几下吧 连打两下就容易把这狙打死了 对 一打相再打死 当然你一打相 我就狙敢出来 对 出狙了 对 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多两个子 优势还很大 它如果平狙 红方就狙 就平板 出来 黑方 如果退狙 捉马 我们再往下分析一下 红方这个时候有一个好棋 就是它狙七进二 强行把这个狙对掉 就直接对掉 对 因为红方有多两个子 多两个子 对 多子呢 它这种优势呢 已经巨大了 现在不用红方呢 再去保那个子 红方的思路呢 只要我能把这个棋呀 赢下来就行了 对 如果你吃马 红方就狙 八进九 狙八进九 狙八进九 下底狙 你只有出将 我抛弃圈一件 你只有上将 然后红方 可以走炮 五平八 对 红方也弄一个 这个聚双炮 对 红方也是聚双炮 去阻杀 黑方也是聚双炮 但是红方明显速度快 对 黑方呢 追不上这个炮了 这个棋 这个棋呢 也是一个典型的 二度加聚炮 黑方这个来不及 它的部署 废得要多 双炮 你看它退局捉 都赶不上 它提一将 你下降 然后它下你一炮 你来捉炮 它正好 炮就平八 正好这个炮呢 颜色合红 对 你还得退局去剁炮 剁炮这棋就肯定输了 对 这少子 你剩两个炮 怎么跟人家居马 抗衡 所以说红方啊 有这个非常 这个积极的手段 它就是这个下底炮 我们瞬间 我们瞬间也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典型的这个 这个狙霜炮 怎么去阻杀 那黑方如果不吃这个马 那它就怎么办呢 那它没有办法 它只能就先出降 对 先出降 出降呢 红方这里边 这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红方就不再走泡七瓶酒了 玻璃瓶酒也可以 也是占优 红方还有更简单的 走狙八斤 就两个点随便你吃 对 你吃马 我披一将 我出降就是绝杀 对 你要是落相 那这好可以 七八瓶六吧 红方呢 也还可以马四斤六 你看 握一将 点一将 炮五瓶八 也是这个三指归边 对方还要退炮 这个也是红方占用 对 是不是 我现在马一将 鞠一将 炮五瓶八 另外呢 还有最简单的 绝八瓶六 这个就 胜局了 对 因为你剩下 这个双炮 你怎么跟我 双马炮抗衡呢 所以这个棋呢 黑方呢 这个鞠呢 绕一圈呢 再去吃回 这个一个马呢 是来不及的 所以红方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关键的招法 就是御驾亲征 对 能够解围 这个也给我们大家 一个很好的提示 我想啊 这个赵兮兮肯定是 临场当中 忽略了这个变化 但是他走到这的时候 他可能又看出来了 对 他走到这个局面 因为这个棋啊 我们大家看 他补相真是这大事 真说不清楚 就是越补 也来不及 对 越补也补不好 我就索性不补 我把老件跑了 主动上 对 所以说把这个老帅呢 一般来讲 这种是危险的 但是在特殊的场合下呢 这个呢 倒反而是最好的走法 对 然后黑帮这一路区 也没有办法来组织攻势 对 所以说这个路变化呢 红方就可以确定占优 所以赵兮兮可能 临场发现了 对方有这么一个走法 所以他又临时走 G8 进8 来改变 他这个进攻的策略 对 他之前的计划是 走到这儿是很 对 也是很没有办法 直接就只能点击 就防止红方这个 但这个棋呢 黑帮这个度数呢 就慢了 对 速度慢了 对 那红方就比较轻松 先炮五金次 你只能飞向 然后他就不给你下底炮机会了 他这个炮一挪 把这个炮挡住了 由此呢 红方就确立了 这个多次的优势 黑帮这个棋就 没有办法了 对 你这个轻松炮 渗透不了 红方阵营了 右路轻呢 又被红方呢 这个牵制住了 所以说呢 这个黑方这个弃子啊 也可以说呢 这个从前景上来看呢 应该是非常困难的 那黑方呢 实在当中还是在坚持 对 他走了一个局平寺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最主要红方这个上老帅啊 这个变化非常好 嗯 击退了这个对方的这个 进攻啊 呃 红方这个地方呢 回马 不好啊 对方就G8平7啊 对 他还看不清楚 这个底下这一砍事啊 比如这个棋 红方如果走随手 他着急防守是吧 啊 这个棋 还有变化啊 嗯 你平炮 看就不行 他炮9平7 送给你 对 你把这个灯了 不是了 对 他多两个子 还是要慎重 他就走得比较简单 嗯 他先不是 先把这个阵型啊 巩固一下 对 因为你四路鞠长不起来 嗯 四路鞠长起来 所以这有G7二 这有江 所以四路鞠没有用 那黑方只能去 琢磨这三个子 他 他G8平7 G8平7 他也是 因为这个棋呢 就说 看不到什么 这个炮啊 都给他挡住了 对 红方 把他这个 都守住了 他没有办法 嗯 他就 平居 平一下 红方这个地方 肯定要不像啊 对 像不能有 然后黑方走 嗯 炮 9平7 炮9平7 对 9平7呢 也是想 这个一炮换俩像 继续 就必要的时候 打像 打像确实也很厉害 对 因为红方不能这么懒 这么懒 他正好就继续 能排斥像 对 这一吃就 就输了 反正红方就败了 对 所以这里边又藏一些玄机 有一些这个 偷袭的手段 精巧 嗯 他走退底炮来防 对 就说 如果你来吃我这炮 那就不说太慢了 我就要让你去吃 嗯 那我这边 这个动作快 我来对对 居越什么 这个棋 你吃了这个炮啊 对 吃完了 你这棋也得输了 因为你这个 居炮的位置就不对了 对 少两个子 吃完一个子 并不可怕 一走完了以后 可以说 红方就完成了 最主要的防御了 对 这个棋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黑方也是 他平落足 对 平足想继续这个加大这个 红方就出了一句 反正红方也很踏实 觉得你这个地方 吃我炮 根本来不及 对 黑方是走的退炮 走了一个炮八退三 嗯 红方 嗯 马四斤六 对 他这时候走的很巧 他直接就七个马 对 嗯 这个棋呢 走的很精确 嗯 对 如果你吃马 我居 对 居一将 将这个换掉 换掉 居再杀出来 再出涮 这个是铁门涮 对 等于黑方这个 这马四斤六呢 就可以说确立了胜局吧 对 黑方这个四路局 等于是防守的 不能 不能那个轻易地长起来 对 黑方也没有办法了 走到这儿 因为红方像过马六进四 马六进八都很厉害 黑方就 把这象打了 对 直接用 再继续 最后一次 气了三个死 那红方就把它吃掉 对 最后一次的攻势 看一看 黑方就举气净击 对 举气净击 吃象 这个地方啊 红方走的稍缓了一点点 当然也不影响圣局 是 应该走马六进八就速上了 对 因为你这个棋 如果吃炮的话 红方就 马八进六一将 对 你狙吃 我不吃你狙 我送一将 对 吃掉你 然后再狙六进四 吃冰箱 然后再出手 对 跟那个最后的结果是很像 对 解释了 红方如果马六进八就是更快 嗯 实战当中 红方走马六进四呢 对 也不影响圣局 黑方走狙七退四 对 他狙退四吃出来 这叫门工 红方平一 对 正好可以炮一平二 把他挡住 现在蹬着狙呢 黑方只好 他狙七进一 红方再把中兵拱开 嗯 黑方就退局 对 他为了八路炮有一些闪击 然后红方就走炮五退一 嗯 这时候有一个马四进六的这些 是 他挡不住了 嗯 没办法 黑方走炮八平七 对 最后走了一个炮八平七 因为这个棋呢 可以说这个成名啊 这个确实呢 这个啊 没有去消极防守 对 而是迎难而上 这个处理得很好 他就是连持梁子以后 也是 这个防守的比较得当 对 黑方最后是走炮八平七 对 最后一次这个杀反 看一看这有没有机会 红方最后呢 是走马四进六 嗯 那么那么走到这儿呢 这个砌马也是很精妙 对 黑方呢 就主动认赋了 对 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半天呢 红方老有这么一个棋 包括最早说的马六进八 实际上跟这个杀法呢 是一样的 都是我这个跳马的思路 哎 形成这个连杀 等于现在拘四进一 这个是个杀棋 嗯 只能拘四进二 对 只能拘四进二 吃马 红方拘四进二一将 拘四进二将 然后 黑方就是电鞠 电鞠 红方 然后交换 再一将 嗯 红方 继续吃 正好吃是带姜的 对 然后还只能降四平五 最后红方再出帅 这是一个杀棋 对 正好减杀 环杀 这个太精妙了 黑方只能去用鞠砍炮 对 然后这个棋 红方就 嗯 取得了决定胜的这个胜利 是 应该说这次比赛呢 这个成名呢最终是获得了冠军 嗯 他这个表现的呢还是非常出色的 对 战胜了这个劲敌啊这个赵锡心 2009年开始 对 到这已经第九届 特别是前两年呢还把它呢 搬到了德国 对 应该说把我们这个象棋的 现在也是个国际的赛事 对 文化呢 推向了这个外国 把本来是中国办的比赛呢 放到了德国去举办 是 也是得到了了很多这个棋友的这个赞赏 嗯 包括这个海内外这个几大洲的棋手们呢 都是 也是共同关注这个韩信杯 嗯 好的 那今天有关韩信杯的话题呢 我们就为大家呢就到这里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一次呢祝贺成名取得了冠军 好 朋友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再见